克里米亚半島連接俄羅斯本土的 克里米亚大橋的附近 又傳出了爆炸聲 根據路透社報導 俄羅斯的官員坦承 可能是遭到了 巫軍的無人機或是無人艇襲擊 而這個襲擊的地點 就在克里米亚大橋附近 也就是克勢海峽 大概32海里的地方 有一艘挂著俄羅斯國旗的郵輪 是遭到了攻擊 船身是有一些受損的狀況 目前正在想辦法 把他拖回船屋進行維修 這艘船上其實是載著一些原油 要運往敘利亞出口 目前其實還不清楚 整個攻擊的過程 只知道現在克里米亚大橋 是一度的封閉的狀況 目前有最近消息 我們還會再對您持續掌握 不過其實就在昨天 在克勢海峽 往東大概100公里的地方 有一個俄羅斯黑海的軍事基地 叫做諾沃羅西斯卡 昨天也是遭到了 巫軍的無人艇襲擊 造成了一艘登陸艦受損 這是CNN的報導就說 其實巫軍是用無人艇 小型的無人艇上載著 大概450公斤的炸藥 就直接衝向了這艘登陸艦 造成這個登陸艦 是嚴重的受損 左嫌甚至傾斜的狀況 還沒有辦法再繼續進行任務 必須靠著救援船隻 把它拖回到港口進行維修 這艘船其實已經有43年的船領 過去是在俄羅斯的北海艦隊服役 部署在北極圈附近 是因為去年烏爾戰爭爆發的時候 才到黑海附近支援 烏軍這樣的舉動 恐怕就是為了打擊 俄軍的兩棲登陸跟作戰能力 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個可能 就是要攻擊俄羅斯的原油出口 怎麼說就是攻擊的港口 諾沃羅西斯卡 其實不只是海軍設備 還有一些原油出口的設施 俄羅斯有非常多的原油 像是每天大概是180萬桶的原油 是從這個港口從黑海運出去出口 占全球的原油量大概是2%左右 會不會影響到全球的油價 目前也有待觀察 不過現在烏軍 烏軍可能是使用無人體攻擊 這個地方也讓俄軍其實是相當的緊張 因為過去其實 英國其實就寫是說 俄羅斯過去有很多船艦 他們在黑海的船艦 大部分都是部署在克里米亞的塞凡堡 也就是黑海艦隊的總部附近 但是因為過去這邊實在太常遭到 烏軍的無人機或是無人體攻擊了 陸陸續續就把一些艦艇 移到附近的一些港口 就包括這一次的諾沃羅西斯卡港口 也是有一些像是潛艦 都是轉移到這邊來砸住 就是想躲避烏軍的攻擊 不過現在這裡也變成了攻擊目標 就有烏軍的退役將領就分析說 無人體要從烏克蘭到這裡 至少要航行740公里這麼遠的距離 可見烏軍現在海面上這個水 無人體的打擊能力已經大大的提升了 甚至這個作戰範圍已經提升到 已經可以到700多公里之外 這可能是烏軍第一次 在這麼遠的地方進行水上打擊 久播 好 再來輕鬆一點的消息 日本錢花是滑冰名將與生結協 在深夜的時候拋了震撼彈 官宣他結婚了 大家也猜測說他另一半的身分是什麼呢 他有透露嗎 再請教戴璇 沒錯 這個日本的花式滑冰王子 與生結協 他昨天晚上在社群媒體上宣布他結婚 不過他對他到底是跟誰結婚 這個人的身分跟姓名 他是完全保密到家 沒有任何的透露 不過他在聲明中表示說 其實他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他還感性的說 他自己不是一個成熟的人 一直以來都是靠大家的支持跟鼓勵 給予他很大的力量 讓他能夠繼續在滑冰這條路上 繼續發光發熱 而其實事實上 日本媒體就分析他這個聲明 發布的時間其實也有玄機 他是選在8月4號晚間的11點11分 發布這樣的喜訊 其實媒體就分析說 其實8月4號是所謂的天設日 挑在這個良辰即時 就是因為這個時間非常適合 所謂的祈福或是結婚 可見他也是非常用心 挑到這個時間點來宣布他結婚 當然他到底結婚的對象是誰 其實大家都在猜測 包括日本網友也都是猜翻天 還是猜不出來 因為過去其實與生結權 他很少傳出緋聞 當然也有一些日本網友 除了獻上祝福之外 其實也是滿傷心的 還說還好隔天 也是今天不用上班 因為過去其實就有日本的 調查就只是說 如果哪一位名人結婚的話 會讓你隔天傷心到難以上班 當時票選第一名的就是與生結嫌 可見大家對他的結婚 還是非常的震撼 也有人去細數他過去的一些輝煌戰績 包括他曾經在2014年跟2018年兩屆 連續兩屆的冬季奧運 摘下了個人的花式滑冰的冠軍 甚至他在去年 在北京冬奧的時候 還試圖想要三連霸 想要爭取他的三連霸 但是不幸最後還是沒有成功 他最後是退出了職業的比賽 而轉戰一些花式滑冰表演上 他甚至還開設自己的YouTube頻道 跟粉絲常常分享他的表演表現 不過現在他結婚的消息也傳出來 大家還想到一件事 就是他其實 他當然最愛的還是他現在結婚對象 但是他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最愛 就是小熊維尼 過去大家都知道他很愛小熊維尼 粉絲們也很知道 過去他只要在比賽結束之後 大家就會帶著小熊維尼到場上 丟給他 對他致敬 所以他常常看到大片的小熊維尼 如下雨般下在場上這樣壯觀景象 不過現在他已經邁入了人生新的階段 也恭喜他宣布結婚 主播 好 謝謝戴萱也要恭喜雨聲結嫌 鏡頭我們再下來要轉到是南韓 才發生隨機殺人事件 在大田市又一名高中老師 在校園內遭人闖入襲擊 被砍傷的老師失去意識 送到醫院急救 而兇嫌是這所學校的畢業生 南韓又傳出攻擊事件 而且這次受害者還是一名背景 單純的高中老師 警察是一名二三十歲左右的男性 是大田市大德區這所學校畢業生 不過究竟為何要行刺老師 警察還在調查他的動機 不過最近南韓教育界接連發生悲劇 甚至有恐龍家長把老師逼到親身 這名在首爾任教的國小女老師抱怨 他的個人手機被家長轟炸 還被指責沒資格教書 讓他覺得壓力非常大 實在受不了走上絕路 根據韓國教師團體統計 近五年來被學生跟家長殴打的老師 竟然高達1133人 暴力案件從2018年的172件 攀升到去年的361件 南韓教師展開大規模集會示威 爭取像是跟家長會面時 需要有監視器等 希望這波教權改革聲浪 能被社會重視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廣告後男扮女裝的毒品通緝犯 看到警察跳窗逃跑 還有台中一名50歲市場富人 千里迢迢到花蓮見網友 卻是一場空 馬上回來 燃燃燒熱情 揮灑青春創造 我是Vivienne 徐若萱 未來少女 每週六晚間八點 TVBS42頻道 時尚玩家帶你體驗 最瘋狂的熱血之旅 一起嘗試 國內外各種新奇古怪的美食 還有夏日小熟必備行程推薦 更多的精彩內容都在 好 好